各位同學大家好 現在跟各位同學介紹題組六的解法 首先我們把要的資料檔 把它叫到Access裡面來 那總共有六個 那你可以看題本上面六個資料檔 首先我們就開始來做一些 那個查詢設計 所以我們首先建立查詢設計 關閉 首先我們第一個要做的是90年 88到90 所以我們先把88到90的銷售 放到中間 左邊放業務 右邊放在左邊放部門 放好以後 右邊的上面放客戶 下面放產品 都把它放好以後 我們把產品代號跟產品 部門代號跟部門代號把它連起來 姓名跟內務姓名把它連起來 客戶代號跟客戶代號把它連起來 產品代號跟產品代號把它連起來 連起來以後我們就把我們需要的欄位往下拉 第一個我們要的是部門名稱 第二個是業務姓名 第三個 要的是客戶保號 客戶保號 好第四個要的是 數量乘以單價 就是我們的交易 數量乘以單價 數量乘以單價 數量乘以單價就是我們的交易 這是我們的交易額 是我們的交易 好 OK 那就做好 那再來就是交易年 交易年要怎麼放進來 因為交易年我們要它全部的資料 做好以後我們就按存檔 存檔以後我們給它叫做 88到90 98到90 那按確定 好 確定優質執行 好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部門名稱 業務姓名 客戶保號交易 交易年88到90的資料 好那我們現在來繼續做91 那91的資料我們可以這樣做 按 複製 然後按貼上 好那貼上我們叫91年 按確定 91年 然後按91年再來修改設計檢視 設計檢視 那我們用的不是Sales 因為它沒有 它是91年 所以我們要把Sales1放進來 它還有91年 然後我們再把名字跟新聞連起來 客戶代號跟客戶代號 產品代號跟產品代號把它連起來 好那我們剛才做了又少了 因為我們用少掉 所以又少掉一個名稱叫做業務姓名 業務姓名 業務姓名 好 客戶保號交易量就是 交易量就是91年 所以這邊數量是前面要加一個底線 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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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把它加上去 好 好那再來這邊的話 我們就要做一個有91年的資料 因為我們要做成像這樣子 交易年91 這邊91的資料 好 那怎麼做呢 就直接打上你欄位名稱 就交易年 一樣跟他交易年 冒號的前面是欄位名稱 後面就是資料 然後我就直接把這個欄位全部放成交易年 放成資料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 好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把它存檔執行 那有看到交易年91年 全部都91年的資料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92年就複製 複製 貼上 好 貼上以後我們就改92年 那92年按確定 那92年很簡單 我們直接按右鍵設計檢視 把這個資料 這個91改92就好了 91改92 91改92很快就改好了 91改92 好那我們一樣把它存檔執行 好 那就92年 那91改92 那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把這些資料 把它叫到我們的資料檔裡面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選選 按Ctrl C 然後到我們的Excel這邊 把它按右鍵貼上 福爾格式 好 那我們在我們的格式裡面的上面第一排 我們把它刪除 因為它不要 我們只留這個上面的資料 好 到最下面一筆以後 我們再來選取91年的資料 好 一樣按左上角 按Ctrl C 然後到Excel這邊 按右鍵貼上符合目的格式 好 這個數字跟藍路名稱 重複了 我們不要 我們就把它刪除 好 再往下走 好 然後我們再來Copy 那個 88到90 好 這個資料我們按Ctrl C 全選 好 到Excel裡面 按右鍵 右鍵 然後貼上的 符合目的格式 好 這數字跟藍路名稱 重複了我們把它刪除 不要 好 那我們就做好了 我們就做好了我們的 全部的資料 全部資料 這個叫做 全部or 好 全部喔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存檔 這是第六題 第六題 趕快把它存起來 好 我們給它存成6至1 好 好 存在我們的桌面 存到我們的桌面 好 存檔以後 我們就開始來做 樞紐分析 那我們看一下 副建議所要的 那我們就按 選這個 還有到最下面 最下面 好 最下面一筆 好 選好以後 我們按插入 樞紐分析表 確定 然後按右鍵 樞紐分析表選項 然後按顯示 然後按古典 然後確定 好 那我們要的 第一個叫做業務姓名 第一個要的是客戶報號 好 都弄好了 再來就是交易的年 交易年要放在藍標籤 好 那再來就交易要加總 加總 好 那我們已經做好了 交易年我們要選它 8889不要 好 按確定 好 那空白的地方要填入無交易 若為空白 則顯示無交易 好 無交易 好 顯入無交易 OK 好 這樣就完成 按確定 好 第一欄裡面有沒有合計 沒有 所以我們要選它 小計這個打勾的把它取消掉 那這樣就完成了 89沒有取消 那再做一次 89沒有取消 好 按確定 好 只有991就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 好 那完成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Copy過來 Ctrl C 然後到我們的新的工作表 然後貼上我們的值 好 再做一次把它調好 調好以後把上面不要的東西都把它刪除 好 刪除 好 刪除 好 那要加入的東西 我們再來做 這三行 總計的部分我們也刪除 刪除 好 這個是90年 90年的什麼 的交易 交易 好 就把它交易 90年交易 好 好 這個交易的資料都把它打好 90年交易 好 90年交易 都把它打好 好 這三欄都是靠右對擊 靠右對擊 又選儲存格格式 它是屬於數值資料 使用千分位 沒有小數點 按確定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有關於毛衣欄 這個地方要存入的部分 我們選A欄 然後尋找 那個 特殊目標 然後選空格 按確定 然後這邊 第一格的這邊 我們就按下等於 然後毛衣欄 然後Ctrl、Enter 它就把它補好了 那補好的公式 我們按一下 右鍵 複製 然後貼上123 就完成了 好 完成以後 我們再把它調好 調好 那這樣子資料 你Copy到 Word 就可以用了 好 下面有關於 多的統計的資料 多的啊 多的 都把它 多的資料都把它刪除 按刪除 最後一個是 最後一個名字是 總計金額 把它補上去 總計金額 好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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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那上面要 上面要控的 就把它控一行 插入一行 然後按F4 這樣就 那最上面要控兩行 按F4 好 OK 那我們這個就完成了 就給它存檔 存檔 這個表格叫做 這個叫做 6-1 好 6-1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繼續來 這邊看到這支 一樣插入 樞紐分析表 確定 然後按右鍵 樞紐分析表選項 顯示 鼓點 按確定 好 那我們可以放開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所要的東西是什麼 只有業務姓名 業務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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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藍標籤 它只要業務姓名 把它放下來 那其他的資料就是 90-9192的資料 那一樣我們可以把它放下來 交易年的資料 90-9192 所以我們也只選 90-9192 其他不要 那再來就是交易的資料 交易的資料 交易的資料 交易資料把它放下來 好 那我就有交易的資料 我們要再改一次 8889沒有 90-9192 好 按確定 按確定 那就90-9192 好 那就做好的資料 我們就按複製 Ctrl-C 然後到新的工作表 按貼上123 好 貼上以後 我們就來調整 業務姓名 這個可以把它刪除 好 90年的資料 這個總計可以刪除 不要 好 那就是90年 90年的資料 90年的交易 交易 90年交易 好 那我們後面的 連交易都可以用Copy的 91年的零交易 92年的零交易 好 那我們都做好了 做好了以後 這個是要前回數 我們把它調整 總計的部分 我們就不要 調好 總計的部分 我們不要 按刪除 按刪除 總計的部分 按刪除 好 那其他的 我們就可以來做 那這些資料呢 可以來做 90年交易 90年交易 91年的資料 好 那我們就可以 90到91的資料 這個叫做 90到91年的成長 好 都把資料 打好 打好 連成長 好 OK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 複製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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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拉的也可以 成長 好 那我們把它調好 好 調好 就是 91到92 91到92 90到91 91到92 好 那就做好了以後 我們就來算 這個資料呢 我們要把它 這個就是 91減90 除以90 好 那我們來算 就是 等於 91 減掉 90 90 然後把它刮乎 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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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怎樣 再來 再除以 除以什麼 除以90 90 好 那這樣就做好了 做好了以後 我們這個要取 那個 Round 4 就是有兩個 兩個百分比 兩個小數點以下 兩位 所以再按一個 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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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然後把它刮乎起來 前面用Round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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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刮乎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就是 who who 然後往右拉 這個就是 D2 減掉 C2 再除以 C2 也是四個 然後兩個 合起來再往下拉 就完成了 但是這個要換成 竹竹格格式 要換成百分比 百分比 兩位 兩位 按確定 按確定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做好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按 那個 戶字 貼上字 1 2 3 然後在這邊我們做一個 篩選 做一個篩選 從 從大到小 從大到小 好 從大到小 只有who的部分 who的部分 我們都這樣 把它刪掉 為什麼 因為我們 在交易額也是要成長的 沒有成長的 我們都把它刪除 刪除 那留下這三筆 好 這三筆資料 好 那這三筆資料以後 我們就可以取消我們的篩選了 好 這個資料就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就全部選起來 按A欄跟B欄 之間兩下 資料按 至中對齊 至中對齊 那這樣 我們就答案完成了 但是前面三欄 我們要選擇 儲存格格式 它是要屬於 數值的千位數 沒有小數點 好 完成 就這樣子 就完成了全部的答案 好 那我們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4-2 6-2 6-2 好 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繼續來ALL這邊來看一個 再來我們做附件三 按插入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選項 按右鍵 按顯示鼓點 鼓點 按確定 好 那我們附件 附件三要做什麼 六四三要做 六四三是一個大餅 那裡面要有什麼東西呢 是要有業務名稱 部門名稱在 左邊 部門名稱 好 它要進三年 所以我們要有個交易年 交易年 然後再來是交易的資料 部門名稱 交易年 那因為要進三年 是九十九一 所以我們 八八八九都取消 按確定 那這樣就總和的資料了 那這樣資料就算好 因為我們只要這八個資料 A51234克 這八個資料這樣就好 好 那我們的資料也可以這樣copy 也可以全部copy過來 然後再插入新的資料表格式 工作表 然後按右鍵貼上123 那其實我們只要這四筆 八筆資料 所以我們上下左右 都可以把它刪除 刪除 如果你不想刪除 你也可以用copy的 你都把它刪除 刪除刪除 這個頂圖怎麼做呢 按插入 圓形圖 成形圖 好 那我們就可以選它 然後移動位置 好 那我們這個就叫 新的工作表 那個這個叫 六之三 六之三 按確定 確定 好 那個我們就選百分比 百分比選好以後 我們這個 因為它的字要自己打 那就可以自己打 頂新資訊公司 頂新資訊 頂新資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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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新資訊 OK 那個是比較 三年業績 三年 業績 比例圖 比 比 利 沒有打好 好 我們再打一次 沒有換到中文 沒有看到 好 給我們點一下中文 好 頂 再打一次 頂新 資訊 公司 公司 近三年業績 比例圖 好 弄弄好 以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好適當的位置 好 再來這個業務時刻 我們可以選 那個 那個資料標籤 因為它是要 用那個數值是要百分比兩位 所以一定要把它改好百分比兩位 管比要兩盒 好 那我們這個可以用常用裡面的那個數值 然後那個 那個 tiny ro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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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 大一點 大一點 它的這個格子的字 那沒有規定的話 我們就依照 它的比例給它放大一點 那最大的我們要往外 往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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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往外推一點 往外推 最大的在這邊 那的前面的 其他的格式要照前面來做 照前面我們就把它存檔 存檔 好 再來以後 這個就是6-3完了 我們繼續來做一下6-4 那我們就是 插入 樞紐分析表 按確定 然後按右鍵 樞紐分析表選項 按顯示 鼓點 按確定 好 那我們來做一下那個 復健式 它 右邊是要交易年 所以在列的是用交易年 放進來 右邊的欄 要放部門名稱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中間放交易 那只有哪三年 它只要88899 9192不要 9192不要 按確定 這樣就完成了總計 那我們 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Ctrl C 那到插入一個 新工作表 按確定 按右鍵 貼上123 好 那我們不要的資料 都把它刪除 刪除 然後把它按一下 左右對齊 至中對齊 然後這邊 這些資料 我們把它選 選出 儲存個格式 然後按數值 按千位數 好 OK 那就按確定了 那這樣就完成了 頂心資料 統計表的資料 統計資料 那我們這個就可以 Copy到Word去計算 那這個檔案我們叫做 6知識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所有的 副體組6的資料的計算 好 那各位同學可以試看看 試看看 試看看 很快就可以做完